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起死回生》 一个大学科研小队,正在对一头死猪进行实验 往猪脑里注射一种物质,来寻找可以复活尸体的血清 但是结果并不理想,佐伊是科研小组的成员之一 他带着艾娃前去实验室,摄像记录实验 富兰克是复生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佐伊的男友 这个项目因为佐伊有了重大突破,只需要将血清注入大脑 然后通过电击,刺激大脑的每一个部分,使神经反应,重新运作 他们声称这个血清能够延迟死亡,帮助医护人员救死扶伤,而且没有副作用 佐伊又做了同样的梦,长长的总廊内,一个玩偶正在被烈火焚烧 他再次被这个梦吓醒,回到实验室后,大家继续进行讨论 准备对一只患有白内障的死狗进行复生实验 进行两次电击后,狗狗仍然没有反应 众人垂头丧气的解开捆着他的绳子 没想到狗狗突然跳了起来,心脏狂飙到每分钟一把 眼睛原本患的白内障也消失了 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仅创造了能复生的血清,还能治疗白内障 而弗兰克却很冷静,说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大肆宣扬 活过来的狗狗被佐伊和弗兰克带回家养了起来 但他却郁郁寡欢,也不想吃东西 当晚佐伊一个人睡觉的时候,门开了 狗狗站在他的床上一直盯着他 第二天他们给狗狗做核死共振 发现原本应该消失的血清竟然还存在于他的大脑中 可能会急剧攻击性 于是众人决定将他留在实验室 果然当晚就出现了诡异事件 狗狗冲出笼子,将实验室弄得一团糟 佐伊意识到了事情不简单 同时校长也叫停了弗兰克的项目 一群人将实验资料洗劫一空 他们不忍心自己,三年的身血就这样复制一具 决定夜里偷偷去实验室 再做一次一模一样的实验 好在日后当做他们的科研证据 幸好佐伊的包里偷偷藏着一包血清 他们来到实验室,又找来了一条死狗进行实验 但当电炸拉下的一瞬间 整个实验室断电 佐伊倒在地上没有了脉搏 因为他没有摘出手上的订婚戒指 触点身亡 弗兰克没有多想 将佐伊抱上了实验台 众人纷纷阻止 但弗兰克心意已决 立刻给他注射了一些血清 然后电击 佐伊果然成功的诈尸活了过来 经过核四共振发现 他已经完全康复 但是体内的神经活动异常 人的大脑只开发了10% 然而佐伊的大脑现在百分百都在活动 他开始能够用意念控制物体 听到别人的内心想法 他非常的害怕 跟弗兰克说 自己能够看到污秽的东西 自己刚刚去了一趟地狱 那是他儿时的记忆 招火的大楼和人们被困得呼喊 但弗兰克仍然坚持 他只是需要休息 便给他打了一针震惊剂 安抚他去睡觉 然而在睡梦中 佐伊的眼珠子也在飞速转动 甚至将艾娃困在了自己记忆的大楼 艾娃吓坏了 跟众人讲述了刚才自己的经历 弗兰克也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他们现在应该赶紧离开这里 躺在沙发上睡觉的佐伊 却突然被附身了一样消失了 众人分头去找 佐伊趁这个奸细 直接干掉了一个自己的朋友 然后回到沙发上 看着惊慌失措的众人 一个小哥站出来质问佐伊究竟干了什么 立刻被佐伊用意念控制给弄死了 弗兰克独自前去找佐伊 想说服他恢复理智 但是佐伊通过异能读到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只想扎他一针 然后他晕过去 毫不留情的安保了男友的太阳穴 然后重新回到实验室 给自己注射了剩下所有的血清 现在只剩下艾娃一个活人了 他再次被丢进了佐伊的梦眼中 他发现原来佐伊就是那场 火灾的罪魁祸首 他会做这个噩梦 都是因为自己亲手害死了邻居 艾娃努力的说服小女孩 去打开那扇招呼的门 就可以救出邻居了 他做到了 招呼的房门被打开 艾娃回到了现实 佐伊的胸口插着针筒 晕了过去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 消防员也来到了现场 崩溃的艾娃抱着消防员哭 说佐伊杀死了所有人 突然他觉得有点不对劲 离开了消防员的怀抱 才发现眼前的消防员正是佐伊 艾娃也彻底狗带 影片的最后 佐伊将男友弗兰克搬上了手术台 给他注射了自己的血清 来了个点击疗法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